欢迎回来 共产党主席安华从上个月高调声称 他凑够人头来组新政府 变天计划发展到现在 过去三个星期了 但截至目前 变天大戏依旧还没演到大结局 那元首进进了 可以这么说 安华策动变天的招数也已经用尽了 能够做的他都做了 最终能不能够达到终极目的 如愿所长让他一元首相梦 那么接下来就要看元首会怎么做了 也就是说 现在球是在元首脚下 主导权已经不在安华手上 只能够被动的等待元首做出裁决 但现在大家都很想问 那变天的成功几率还大吗 会不会因此夜长梦多呢 时事评论员林洪祥 在接受八点最日报视讯访问时就说 安华未必能够达成最终目的 坐上首相宝座 他想要爬上权力巅峰的任向路上 还是会面对很大的阻力 但是 安华这一次策动变天的行动 却很大可能会促成 大马各政党会打散重组 使政局迎来新一轮大洗牌 大马局势会因为安华而改变 但安华却未必能够从中受益 林洪祥这么解释 安华在过去22年来 都是主张多元种族的斗争路线 这跟马来政坛一直以来主打的种族和宗教牌 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那么再加上安华一直推动的体制改革 也将会影响到原有制度上面的既得利益者 所以这些人是必然会极力阻止安华上位 无论如何 即使变天计划最后会失败 但是安华却不会从政坛上面消失 很多评论都说 923发动的变天行动 对安华而言 无疑是一场政治豪赌 不过时事评论员林洪祥则表示 即使安华最后赌输了 变天计划再次失败 或许会影响到安华的信誉及公信力 但还不至于会让他陪上自己的政途 安华自己过去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 把从1998年安华被革职然后入狱 2008年916变天失败 2013年领军明年在大选中失败 一直到2015年他入狱 当时候很多的传言都说 预设安华的政途已经走到绝路 但事实上他今天还在证明自己 还是一个政坛里关系人物 还是一个未来首相的人选 即使安华过去20年来 一直重复上演争夺相位 却重复和首相宝座擦身而过的戏码 但是到今天为止 他依然能够在大马政坛占有一席之位 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林洪祥认为这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是安华所提倡的多元政治路线 在大马政坛还是很有号召力 一直由选民买单 某个程度上塞马来西亚本地 这个马来政治领袖的圈子 它是少数会提出多元政治制度改革 这样的一个领袖 这个理念还是有市场的需求的话 它还是会有那个价值在那里 而另一位评论员詹运豪也有同样的看法 他认为即使安华再度重演历史 变天不成 这也不会是他的政治末路 毕竟安华从大学时期就佛月于政治 即使正途暂时陷入低潮 但最终也还是会再反扑回来 张运豪认为只要安华一天还是国费议员 他就有当首相的资格 就有筹码在组新的联盟 四季东山再起 除非他不再是国费议员 但只要安华成为首席 他可以建立一个国费 刚刚我们有提到如果安华变天不成 虽然还不至于赔上他自己的政治生涯 从政坎上面消失 但是或多或少 肯定会对他的信誉 还有民生威望带来冲击 也会遭到对手嘲讽 不过张运豪倒是认为 过去的案例就告诉大家 大马人民是很善忘的 尤其在政治方面 我国的政治人物 即使发生过一些 有毁掉生育的事情 总是能够在不久之后 因为出现了其他更加荒唐的事情 而被转移焦点 渐渐的大家也就淡忘了 前首相马哈迪就是最好的例子了 张运豪形容 马哈迪首次任上的22年期间 不少民众都对于敦马 独裁治国的手段感到很反感 所以当敦马在2003年 辞去首相职位 主动下台的时候 当时有很多民众 都是非常高兴的 然而你看十几年过去了 509大选时 马哈迪还不是一样 以英雄救国的姿态 重新回国当首相 人民早就已经忘记 当初对于马哈迪的厌恶了 未经许是在中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